各位電腦前面的玩家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晚上好 歡迎收看ESR精英聯賽 現在時間是8點鐘 晚上長的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 我是今天心海JAMBA的主播 我是BELLA系統 在這邊我要介紹一下我們的賽品 可是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我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的賽品身上有點雜訊 你是從外太空來的嗎 對 我剛才從外太空降臨 第一世界的賽品Clash 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賽品Clash 請問一下你有感應到什麼嗎 沒有感應到什麼 我想說是不是你有一些特殊的靈感力 可以感應一下今天待會比賽誰會贏 誰會贏啊 當然是當魔王 這個我也會 不用靈感力我就會 先幫大家介紹選手這邊比賽我們待會再提 先幫大家介紹一下ESR的聯賽 首先要告訴大家就是自由聯賽的部分 我相信是比較多選手關心的 因為很多人都有報名參加自由聯賽 自由聯賽在8月份的時候呢 改成可以報名16場 只取12場的積分 只取12場的積分 所以你可以每一場都報名 然後選自己狀態最好的 然後沒有事情的時候 因為以前只能報名12 12取12你一場都不能缺席 現在多開放4個彈性場 讓大家就是可以有一些時間請假 不過還要特別說明就是 因為自由聯賽在本週一二的時候 因為伺服器問題暫停的比賽 補賽的日程有做浮動性的補償跟公告 在官網上都有 所以現在總共是20場 總共20場的自由聯賽只取12場 所以還沒報名 都還沒打任何一場積分的隊伍跟選手 這個禮拜報名也還是來得及的 所以想要參加的朋友趕快去報名 再來要告訴大家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自由聯賽跟我們現在轉播的精英聯賽 有什麼不一樣呢 當然有很大的不一樣 自由 自由自由 多少 法國大可命的時候 自由聯賽的意思就是非常的自由 資格就是沒有任何資格限制 你只要會玩這個遊戲 就可以來報名參加 每月會取兩名選手晉級季後賽 只要晉級就會有晉級的獎金 在季後賽可以爭取更高額的獎金 還有機會獲得廠商額外的贊助 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挑戰這一季的精英 有機會成為下一季的精英 在這邊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七月份會晉級兩名自由選手 八月份也晉級兩名自由選手 跟現任的四名精英 在季後賽總共會有八名 八取四 四強就會成為下一賽季的精英 這麼努力的變成精英之後 就要參加精英聯賽 精英聯賽有什麼不一樣嗎 最大不一樣就是 它是資格賽 我們限定精英參加 就是剛剛這麼辛苦 就終於取了精英資格之後 就可以參加精英聯賽 每個賽季限定四名選手 是我們的精英成員 精英只要出賽就有出賽獎金 每一回合不論輸贏都有出賽獎金 季後賽一樣可以爭取更高額的獎金 還有機會獲得廠商額外的贊助 不過在這邊賞全力必須盡義務 精英選手的義務就是 因為精英聯賽我們是每一個場次都轉播的 所以你必須表現出最好來 讓觀眾朋友看到你的成長 你的進步還有你的技術 一直要成長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你是你是被逼迫的 因為隨身隨地都會 因為我們每次肌肉賽都有自由選手來挑戰你 如果你表現不好你就會被換掉 下一個賽季你就不是精英了 所以精英這個位置不是可以安安穩穩的做者 是要不斷的精進自己 在這邊剛剛講了很多 就是我們有很多獎金 就是晉級的獎金 初賽的獎金 季後賽的獎金 場上額外的贊助 除了獎金之外 參加電競網ES ranking的比賽 對於選手來說 榮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只是獎金 雖然沒有錢萬萬不能 有錢有獎金很好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有一顆榮譽的心 只要參加ESR精英聯賽 就有機會登上巴哈姆特的首頁 巴哈姆特是華文最大的電玩網站 它有600萬的會員數 這些會員數通通都是打電玩的 玩電競的 都是相關人士 你的名字會出現在首頁 這些人都可以看到你 你可以看到在左手邊有個電競網ESR排行榜的版位 上面紅色的就是我們四個精英選手 你只要是精英選手一定會出現在前四個 自由選手也不要傷心難過 因為你的積分是前十名的話 也是會出現 這些都是即時更新的 都是即時更新的 另外點進你的名字 還可以連到自己的個人頁面 可以放一些自己的介紹 像是直播頻道 Twitch 然後你的Facebook粉絲團 粉絲團 然後Twitter什麼都可以放 你可以放一些自己的介紹 或許你也可以就是 真目 真目贊助 沒有我這次不知道真語有 真贊助 我是一個很有前途的選手 有人要贊助我嗎 我會讓你的品牌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這樣子就可以得到贊助 也有很可能 因為你看我們的網站 因為巴哈姆特就是所有玩電玩的人 是 不管是玩家或者是廠商都會看這個網站 如果我的名字一直出現在巴哈姆特 這幾乎是首頁最好的版位 對 那是不是會對我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要寫真目贊助廠商 後來我還可以寫真目男朋友庶民 我們的庶民 太貪心了 太貪心了嗎 是 好啦再講這麼多 又可以上巴哈姆特首頁 又還有好多獎金 但是這些比賽到底要怎麼報名參加 好像還沒有講到嘛 這邊Bell就要告訴大家 所有的報名資訊都在ESR的官網 電競王的官網網址是 www.esranking.com 另外在巴哈姆特還有Facebook搜尋ESR 都可以找到我們的專版以及粉絲團 最後還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電競王官網全新改版 上面不只有報名的資訊 賽事的資訊 還有比賽的一些流程 然後新聞之外 現在VOD全部都放在官網上面了 所以你只要有錯過的比賽 錯過的精彩賽事 因為有可能你現在看顯眼珍吧 同時間隔壁的英雄聯盟比賽 就沒有辦法看了 沒關係我們馬上就有VOD可以看了 好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 在紐克克管轄區出場的兩位選手 分別是Monster以及EVO SD 分別是蟲族的玩家 以及神族的玩家 這邊我要特別講一件事情 左手邊這個蟲族的選手 Monster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名字就很震撼 現在我們來請Cash報一下點位 來到地圖七點鐘方向 我們紅色的神族玩家 是我們的EVO SD 好 來到我們地圖五點鐘方向 我們藍色的神族玩家 是我們的Flare Monster 好為什麼要說很厲害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現在戰績 在EASA精英聯賽裡面戰績是 16勝1敗 勝率是94% 16勝1敗 對 這成績非常恐怖耶 非常恐怖 幾乎是不敗魔王 只敗過一場 EVO SD目前的成績是 6勝16敗 勝率是27% 在這裡要說明一下 除了在我們ESA精英聯賽 Monster的成績驚人之外 日前就是前幾天 他參加一個就是電競比賽 擊敗一個非常不得了的選手 這個選手叫Fly 相信有玩星海爭霸人 應該都知道Fly Fly是中師的一個 蠻頂尖的一個分手 對 他是中師頂尖的玩家 所以Monster是擊敗他 對 所以Monster的實力也是不容小覷的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EVO SD對像這樣的大魔王 Monster他該怎麼辦呢 好 我們看EVO SD這邊是選擇一個BG的開法 就是我們傳送門開法 這張地圖選用傳送門開法的話 就可以讓這個重組比較晚 可以判斷說對手是什麼門開法 因為畢竟這張地圖呢 是來的比較遠的 王蟲飄到對方家的話 可能就已經 對方是什麼開局的話 你現在才知道的話 像下什麼瓦斯 或者你要決定要下第三礦 都是來比較晚喔 可以看到就是Monster他也是做的 就是他是14滴掀狗池 目前還沒有下瓦斯場 所以他狗速會來的比較遲一些 而且他是準備要直接去開礦的嗎 對他這邊要準備開礦 慢狗開二礦 好這邊可能會稍微做被干擾一下 對被干擾一下 好 那麼Monster選擇這樣子的話 看到工兵這麼晚開的話 應該也會有一點意識是 意識到我們神族這邊 大概是個BG的開法 OK 好可以看到BG之後 下了機械控制核心 然後目前好像 感覺沒有下二礦的打算 是 機械控制 因為通常下二礦的時間 大概是四分半左右 對 然後現在一開始 我們狂戰士先升了出來 然後我們的 EVSD還沒有趕緊的放下自己的第二瓦斯 所以他的母艦核心會稍微來的比較晚一點 是 好可以看到 馬上可以看到這邊母艦核心正在生產當中 是 好這邊 所以他這個二礦時間你應該就會更晚了嗎 因為他又纏母艦核心 然後在二礦柱又還沒有下水晶 也什麼都還沒有做 是大概在四分半的時候就會放下自己的二礦 好這邊放一顆水晶 然後有一個探測機躲在哪兒啊 這邊 該不會又要做壞事了 我們知道EVSD很喜歡野東西喔 好這邊兩隻的 魚滑蟲進來看一下 確定有放下 好看你點了二礦 放下二礦 好 但是這兩隻魚滑蟲也是要有所犧牲喔 好 既然他都是要開二礦喔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是把水晶照在二礦處 然後做建築學然後開礦呢 可能他也是怕對手像 孟斯特偶爾都會來個大招 像是六滴七滴 如果你太早的放下 這個水晶塔在二礦的話 可能就會導致說 你可能六七滴會 一開始就會虧了一點點 是 好的OK 現在看到孟斯特正在提升他的狗速 再來EVSD再下兩個傳送門 前期呢這邊要把二礦也是要把它堵起來了 打算要傳送門把這個二礦整個是堵起來了 然後孟斯特這邊是選擇提升狗速 但還沒有要放下自己的三基地 這邊他可能會做出一些戰術上的選擇 好來看一下發現這邊是整個堵起來了 大概也是確定對手是會 確定那個二礦是不是真的蓋了 果然真的蓋了 SD很常演戲就是二礦蓋了 然後結果取消掉了 假蓋二礦 真進攻 好可以看到這邊孟斯特點下的蟑螂從巢 好那也開始回去採了自己的礦 採了自己的瓦斯場 然後放下第二個瓦斯場 那這一個可能是要 有可能要兩礦開始打一波嗎 好 EVO SD他的傳送門也是補得相當的多 又補一個 所以總共現在是五傳門是不是 五傳送門 前面是在這邊講五傳門是 這五傳 對這五傳送門主要是看這個 重組會不會快速的開下自己三礦 但是重組這邊沒有開出三礦 所以這五傳送門的壓制應該是 十二點鐘方向的那個水晶塔 對 是想要做什麼 要傳兵 你覺得他要傳兵嗎 可能只是為了傳兵而已 我放兵 然後這邊 看到非常多的哨位 那孟斯特也是 孟斯特這邊是選擇 先生了蟑螂 然後再開始開出自己的第三個礦區 比較穩扎穩扎 可以看那就是三礦上方也有一個水晶塔 是 非常多的水晶塔 到處都是水晶塔 是 那這邊我們EVSG打算是要做一個5BG的壓制 對啊 全地圖都是我家 到處都傳兵 對 好這邊 一花叢發現的還不錯 不過在那個 三礦上方的那個水晶塔 其實離礦區蠻近的 一直都沒有被發現 待會傳兵也是非常的方便 對 好這邊 孟斯特是有先爆出一些蟑螂 所以這防守應該是還可以來妥當一些 主要是必須要拉一點 後蟲來 喔這三礦應該要掉了 好 好 這一花叢應該要去咬一下 後面的這個燒味 然後這邊打掉你三礦就跑 劍好就燒了 對 馬上recall 對馬上recall 會怕 對 好 也不是因為怕 大概是看到你這三礦 有大概受到一些影響的時候 就馬上建好就燒 好回家馬上蓋了機械製造廠 待會又是要出不朽者 對可能要再續三個不朽 然後前期也是逼迫你出一點蟑螂 讓你的兵力的分配 都是大部分都是蟑螂跟小狗這種分配的狀況 好可以看到就是機械製造廠之後 他又放下了第一個冶煉場 這樣可以開 應該會補兩個 因為最近他們都很喜歡雙深工坊 不是嗎 只有一個沒辦法雙深工坊 但是就兩礦的話雙深工坊的話 這支援吃的會比較緊一點 對 如果有三個礦的話雙深工坊是OK的 好 好又是來一匹大量的小狗有沒有反應 這個一咬有點艱辛啊 因為這邊還蠻多層的 還瞬間放了一些立場 把小狗隔擋掉 門口的那個建築學真的是 這建築學是完全封死的 是啊 完全封死的 就是要等到自己的三個資不朽已經出來以後 才把這個 把水晶打掉 打掉 再出去 我現在就是鎖國就對了 鎖國對策 我不出去你也不進來 沒錯 然後這邊MOS的放下 很早就放下第四個礦區 然後這第四個礦區通常是 讓重組來增加自己 包兵的一個軟的數量 應該是不會太早做一個營運動作 如果你太早做一個營運動作的話 會 病例上會比較不容易補足 好不久者看到 這已經在生產當中 第一隻第二隻 所以待會累積到三隻的時候 門口水晶塔就要遭殃 然後被自己打掉 然後外面的小狗也在這邊嚴陣以待 對這邊來看一下 然後大概瞄到扭不朽者 那大概明白了 然後 VMOS的這邊刺蛇受穴也是快要好了 刺蛇受穴快好 然後待會等一下就是會有大量的刺蛇 來幫忙做一個輸出 對啊如果是刺蛇加上蟑螂的話 是不是EVO SD要趕快下了 巨像塔來去燒刺蛇啊 因為不朽者也是非常怕雙噴這種組合 然後雙噴組合 神族要解決的話 也是要靠這個巨像來做一個解決的方式 這幾場EVO SD都有出傳輸臨鏡 它好像滿愛傳輸臨鏡的 因為傳輸臨鏡現在已經改成 移動速度已經快 所以現在很多的神族玩家 都是非常喜愛傳輸臨鏡的一個運用 不受地形限制 不受重胎限制 到處可傳兵 還可以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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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用途 比醫療艇更好 有些高手玩家會把 沒寫不休止載上去 然後等護盾回來再把它送下來 這種操作也是有見到 不過這樣的操作手勢要非常的快 對 是 然後這邊Fly Monster的基本功非常好 這是重胎蔓延的 這跟我們下午場看到的就是 神族在這個視野就完全被重足掌握住了 因為你本來說這個地形這裡就像是一個大雕堡一樣 對 但是因為重胎都已經在上面 就變成就是都有視野 沒辦法像雕堡一樣躲進去 然後這邊 喔完了 等一下背包夾 蠻石頭的包夾還不錯 蠻石頭的包夾還不錯 這刺蛇都有做到輸出的空間 好 然後看蠻石頭後續也是有在接兵喔 好 這邊EVSD這一波的前壓 EVSD打出了繼續結束了這一回合比賽 遊戲時間是14分05秒 等一下其實我有點震撼 剛剛 好 首先第一點就是他其實部隊還有 只是消耗比較快 然後他在左手邊的防守 那個立場一排也是放得非常迅速 是真的沒得打了嗎 因為剛才那波兵吃掉以後 其實蟲族現在就變超級優勢了 然後假如蟲 人類 不是不是人類 神族這邊假如要再磨耗自己 開出自己三框 可能下一波又有非常的一個騷擾 所以會變得非常的難打 所以他就是覺得沒有救了 你也覺得沒有救了 通常那波兵被包掉 因為連Record都沒有了 對 好所以 就是根據Cash大師的意見呢 剛剛GG的正式時候 我是覺得 是嗎 我是覺得他看到蟲胎這麼蔓延的話 其實可以等觀察者清一下蟲胎 所以你覺得其實是不應該打的嗎 可是他是被包夾的耶 對因為 其實你在蟲胎上面的話 其實給蟲族是很好做一個控圖的動作 就是蟲族對你是遼落執掌 就是你的部隊在哪邊 所以蟲族很好做一個包夾的動作 所以顯然就是神族這邊被包夾 主力部隊送掉的話 就變得很難打 接下來就變很難打 接下來就是會經過一段非常艱辛的時間 然後最後還是輸掉 所以他就想說算了 下一回合再試試看是嗎 好那既然這樣子現在是EVO SD 敗者選圖 在這地圖庫裡面EVO SD 到底會選哪一張地圖呢 應該會選擇貝爾斯遺跡 應該會選擇貝爾斯遺跡 好答對正解 所以你也 好選貝爾斯遺跡的原因是什麼 貝爾斯遺跡的話其實 其實貝爾斯遺跡它有 貝爾斯遺跡它會放光炮 貝爾斯遺跡對神族兩況一波也是蠻好發揮的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雙方選手的點位 來到地圖五點中方向 藍色的神族玩家是我們的EVO SD 然後地圖十一點中方向 我們紅色的神族玩家是我們的Flyle Monster 好的 好剛剛你說神族在這張地圖上可以放光炮 可以兩況一波 所以你說蟲族在這張地圖上是比較劣勢的嗎 沒有假如這張圖跟 假如這張圖蟲打到大後期來講 來講的話其實是蟲族會來比較優勢一點 對 因為這三況很容易被蟲族給騷擾 三況不是這個位置喔 是左邊一點 對這個位置很容易被遛狗 這邊建築物學可能比較難做一點 好 那既然你說那個三況能被六個 我也可以開三點啊 三點這個方向嗎 對啊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的話你主力部隊的一個分兵狀況的話 可能要拿的恰當 不然的話很容易分兵不好 就被一個雙線給擊垮了 OK 好那我們可以觀察一下Evo SD會不會來放光炮呢 要注意看他下的第一個建築物到底是什麼 通常如果你沒有打重新也要放光炮的話 其實在14人口還沒有放下野電廠就是大概不會要做這個戰術 可能就是要採取一個裸霜的戰術 好孟詞德是14人口的時候放下了孵化池還沒有下瓦斯場 然後也應該是14人口孵化池之後再去開礦 開二礦 然後看Evo SD這邊呢 喔喔喔直接鎖霜了 而且他不偵查 他直接篤定浮壓孟詞德不會放一個大招喔 因為孟詞德是在一個非常少放招的選手 是 但是他每次放招都會讓別人非常的驚訝 因為他都不放招 所以他一放招就很驚訝 是 對 好這邊 王蟲看到確定也是一個裸霜 裸霜的一個開法 對 先二礦再下野練場 對 好 這樣的話我們重組應該會在4分左右的時候 迅速的開一下自己的 喔沒有他先開了瓦斯場 是要提狗術吧 對 可能要提狗術 或者是要做一些戰術上的一些運用 然後這張 這張地圖 看一下 這張地圖是一個平口的 所以 有可能會做一個什麼百身獸的一個 蟲動快攻 喔 是 好 因為我們昨天比賽也是有看到百身獸 在 對 百身獸蟲動在 神竹門口外面做 做 這種快攻的話就適合這種 二礦是一個平口地形的 是 非常適合這種百身獸 在 好 這些小狗從旁邊繞了進來 這邊EYSD應該頭 頭很痛 有點頭痛 那個光炮完全阻擋不了這些狗 因為造太旁邊了 然後旁邊洞又沒有堵起來 像直接上主礦了 不過也才三隻狗 還好啦 但是會影響到一些自己的一些節奏 像是科技都不太敢放下去 因為你放下去可以被偵察到 好 是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MASTER開下自己的三礦 三礦蓋在就是一點鐘的方向 連成一條直線 直線型的三礦開法對於 從族來說是比較好的三礦開法 對不對 這張地圖 這三礦很顯然就是直線的 就是平行線的一個開法 然後這邊小狗持續的做一個偵察 三礦我覺得還是看個人 因為小黑貓都開三角形的 喔 所以是看個人嗎 我覺得還是看個人 有些人特別喜歡開三角形的那個位置 所以 所以說不定小黑貓只是 可是小黑貓今天也是通常都是打一個兩礦一波啊 對吧 他的三礦也是騙人的吧 三礦 好這邊看 這小狗活了非常的久 是啊 後面Monster繼續在接狗喔 繼續補了12條狗 狗速也是馬上就要完成 因為SD這邊就是走的是比較傳統 出兵也是傳統路線 就是傳送門在機械控制核心 然後再來先出了追列 Evo SD這邊門口沒讀起來啊 他還是沒讀起來 是的 當然有大量的小狗會湧入喔 從剛剛就沒讀起來 是 現在還是不讀 然後改了12345 這邊是7BG了 慢的7BG 6分5 13秒的時候補下5個BG 好 那這邊大量的小狗 那個洞 那個洞還在嗎 那個洞我們看一下 洞還在嗎 等一下完全沒有幫助 欸大哥你要不要先找一隻弓片去賭一下 是 這邊 完全沒有 一看到這麼多少同學 你的這個 哇 這邊 我覺得Evo SD 馬上的GG 馬上結束這一回的比賽 對 他很常被溜狗進去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既然知道追列要往外面走 為什麼他不拉一隻工兵去擋起來呢 搭工兵嗎 不是就是拉工兵去 隨便點一個建築物都好啊 反正我現在 好我還沒有要出去 對 我的那個5BG才剛放下 對 他也還沒好 所以我也沒有打算還沒有要出門嘛 是 那我先把隨便蓋一個東西 把那邊擋起來不就好了 可能他前線也是沒有做一個探射器 在站門台一個動作 所以他看到這麼大波的狗進來 也是可能會嚇到一下 然後 稍微緊張一下 而且他是怒跳耶 他是打個G然後就走了 對 也沒有打G 看到一堆小狗生氣了 對 是 我覺得Evo SD 他以前比賽也是很常被溜狗進來 對 我覺得他有一些 可能細節上面沒有做得很好 對 不過他有 他就是每次GG都很果斷 對 非常簡單 超級果斷 但是這不是細節 這不是GG的細節 這GG有什麼細節可以分享 GG有哪些細節要注意我們 請Kash幫我們分享一下 GG的話就是 就是你要覺得這場比賽打了什麼 在打GG 像我平常 好我平常個人喜歡比較不好 就是爬天梯就被 像這樣子的話就直接跳 就連GG就不打了 所以GG的細節就是要 你要覺得是一場好比賽才打GG 所以不是好比賽的時候就直接跳就好了 直接跳我覺得還蠻禮貌 好沒有禮貌 很有禮貌嗎 我覺得蠻有禮貌的 至少讓這個 讓那個對手知道這個 他沒有打得很好 啊 對吧 但是剛剛Monster 所以剛剛我怒跳 就是意味是低的抗議 說你打得不好 你只靠六狗贏我 對 因為通常這種外國人 假如你家像美孚或歐孚 他們喜歡打營運的話 他們都會說這種叫O-In 對 沒有O-In啊 有O-In嗎 他們只要覺得是一波型的 就叫O-In 對 OK 所以剛剛其實如果那個洞有讀起來 是還有後面可以打 是 因為我5BG下來大概 過一會我就可以傳兵了 是 因為5BG下來以後 他是有帶義工的 他帶義工的話 他帶狂戰士 他大量的小狗是非常難做一個包夾的動作 對 好非常的可惜喔 我們也希望EVO SD之後可以加強 讀口這件事情 是 雖然讀口是一件不怎麼重要的事情 但他其實也很重要 是 而且他上第一小分的時候 他口就堵得非常的岩石 對 連自己都出不去的那種口 對 然後他第二回合他居然 放得這麼大一 我覺得他是分心在操作那個 家裡那三條狗啊 就是想趕快解決掉 結果發現這門口有一個大洞 應該小洞 因為一開始那三條狗 就是從那個大洞進來的 對 是不是應該就應該趕快 好吧 現在說這些就已經來不及了 反正就是輸了比賽嘛 所以 8點鐘 Monster對上EVO SD 是由2比0 由Monster取得這場勝利 戰績更新為17勝1敗 而EVO SD的戰績更新為6勝17敗 那待會9點鐘的時候 比賽的選手是哪兩位呢 是我們的Black Cat對上我們的Monster Black Cat對上Monster 是一個ZVZ的內戰 這邊要告訴電腦前面的玩家朋友們 如果你對於當戰地記者 還是我們的自由主播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到巴哈姆特搜尋ESR 到我們的專板上 有相關的應徵招募人才的資訊 你有看過這個海報嗎 I want you 知道 就像那個美國 對 I want you 所以想要跟我們成為同事嗎 可以趕快到巴哈姆特的網站 來看一下招募人才的資訊 再來就是我們要幫ABA 隔壁的隔壁朋友好夥伴加油 就是ABA最近是戰地之王有接軌 IESF國際電競大賽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在國際電競大賽上面有好成績 然後玩StarCraft II跟League of Legends的選手們 也不要氣餒 你們也是要加油 因為馬上就會讓你們和世界接軌 那8點鐘的比賽到這邊高了一個段落 9點的時候記得要再回來喔 我是Bella 我是Stayvincash 記得9點見喔 比賽 喜歡 這裡 組口 這場 第十錢 第十 ma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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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